大家好,在这期视频当中,您将学到2023年免费的美国IP轻量级远程桌面,三分钟配置教程 我是老罗,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在2023年打造崭新的数字生活 数字生活关注老罗,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 罗叔,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很多精彩怎么办 那觉得好,请点个赞,觉得可以 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实时推送小铃铛,新视频一出,立马把你来召唤 好,我们这期视频是说2023年免费的美国IP轻量级远程桌面 配置较成大,分为四个部分 材料准备部分,流程概述部分,过程演示部分 最后是重点回顾部分 好,这期我们需要的准备材料 还是分为五样,首先网络,可以访问github,gitpod以及ngrock的网站 这是跟上期都是一样的啊 第二就是github,你要有个github 第三你要有gitpod,第四你要有ngrock,这些都是免费注册的 第五,你要会用RDP的软件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上期介绍 最后这里有型提示一下 网络的任何免费资源的注册有时效性 使用上有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我们在此情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 想要完全满意和购买收费资源 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对于本频道所有的视频呢 根据时效性会在视频下方创建一个置顶评论 用来及时更新内容的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好,2023年免费的美国IP清量级远程桌面的配置流程概述 还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登陆github 第二阶段,通过github来关联进你的gitpod 第三步,使用github关联你的ngrock 拿到密钥 是一串字符串 第四步,在gitpod里面创建一个workspace 第五步是最重要的,也是跟上期有所区别的 本期是介绍美国IP的轻量级远程桌面 因为上期有可能有些朋友说连接速度较慢或者是连接不上 所以呢,部署美国IP的轻量级远程桌面 这里要仔细注意一下 还是根据视频描述栏下方的脚本进行快速部署 然后再用ngrock的密钥填进去 来进行验证 因为ngrock是帮我们创建一个远程的一个IP地址一样的一个链接 一个域名链接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windows rdp或者下载这个苹果的macOS的远程桌面 就是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登录了 至此呢,你就可以对轻量的远程桌面进行你自己很多喜欢的实验操作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啊 我们打开getpod 延续我们上一期啊 好,在workspace里面选择一个pathon的 然后点击 好 好 清了这个 清了个space 我们按ctrl c 现在再打cd su 进入这个管理安全线 好 我们敲进去password 我们先把password给换掉 啊,我这里还是用uncall罗啊 上一期一样 好,我们现在粘贴 ipd update 升级一下 更新一下 然后安装 wwork 这是一个轻量级远程桌面 好,再安装火壶 火壶浏览器啊 我们这期的轻量级是需要的 好,再安装远程桌面 好 因为我们要通过本地IDP去连接 这个轻量级远程桌面 所以安装 xrdp 我们上一期很多朋友讲连接比较慢 所以这期我们用了一期轻量级的远程桌面 好,这里选择啊 31 english us 好 键盘的 上面 layout上面选择english us 选1 就是配置这个键盘的 好,现在开启service idp start 把这个服务器上的IDP给它打开了 好,我们现在开始下载 UNGROCK 这个软件 等一下,我现在是解压 这个软件 解压 解压好之后把远文件给它移掉了 现在开始配这个密钥 我们还是登录到ngrof 通过github 找到这圈名要点击 保持 好 高费在后面 回车 我们现在来开启 留下键点一下 大家看到啊 这个是亚太地区的这个链接啊 准备一个.ap的 pacific 而且连接也还行156ms 我们连接速度还可以 好我们添加 远程桌面 跟上期一样啊 远程地址加进去 a 马上就连上了 四连上啊 这里大家 记住啊用户名是root 一码就是我们刚才重置的 我这里是设了ngro 你们可以选择自己 喜欢的 继续 好 好 这个轻量级的远程桌面就进来了啊 好 我们在nethawk下面找到这个 火湖 好 我们先输入fast.com 来测一下速 大概500兆吧 500兆左右 大概500兆吧 500兆左右 好 我们来看看 下的gbt 能不能打开 很多朋友讲 他在 有些地区下的gbt不能用 我们可以听通过这个轻量级的桌面可以用的可以打开了啊 网站都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再看一下 违装 这里是谷歌云啊 谷歌云 美国的 达勒斯 现在用speedtest测一下速 我感觉到底有多少 用fast是测了一下是500 500兆 500兆 speedtest的实力 所以这个比上期的windows7 游戏 流畅度就快很多了 包括网站测速 也是很快 就讲如果只用注册一些美国的账号的话 那就用这个远分桌面就可以了 需要安装一个windows7的 一个系统在里面 好 本期重点回顾 跟上期一样啊 本期实际上是用了上期 相同的gitpod 来进行 实验的 所以呢 要有一个 你申请好的github账号 来进行关联 第二个呢 远程桌面 无论是这个windows或者macOS 都是可以用 上一期有些朋友问我 windows 或者macOS 怎么用 那具体的windows里面你可以去 百度或者是 谷歌搜索一下 windows是用这个mstsc的这个命令 敲进去 你都会自动出来 macOS要去这个 苹果的app store 去下载 微软的这个远程桌面的这个软件 下载好之后才可以用 本期 这个讲解的还是基于这个 Apple的macOS 来进行讲解 最后一个 本期的轻量级远程桌面呢 是针对 需要这个美国IP 用美国IP 地址 来注册 一些相应的 软件也好 或者是网站也好 注册的一些网络浏览器的用 所以我们仅在这个远程桌面上 安装了这个火狐的浏览器 你通过这个浏览器就可以注册 一些拥有美国IP地址才可以注册的 这东西 好的 本期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